收容机构受到来自台湾的毒气包裹 南韩警方联系刑事局调查 发现这个包裹其实来自中国大陆 透过货转油的方式 在台湾中转再寄到南韩 过程当中只有经过海关 并没有入境台湾 不明包裹包装上印着中华post字样 也就是中华邮政 南韩警方不敢大意联系我国驻韩联络官 台韩警方交换情报 进一步追查 包裹并非从台湾寄出 韩国的警方已经针对 这些相关的物品 在进行检验中 那本案本局与调查局 还有官录署 还有相关的单位 已经共处专案小组来积极侦办当中 大陆寄出的包裹为何经由台湾寄出 这其实是中华邮政的一项国际快捷服务 过去大陆电商出货到国外 需要先集货费十约七天 台湾为了争取商机提供货转油服务 中华邮政在桃源卢竹新北台北港 设置自动化仓储 大陆寄出的包裹先海运来台 再经由中华邮政管道理货后 空运到各国的邮务系统 整个过程只需要三到五天 大幅缩短物流时间 破转油专期所办理的转运的服务都依照海关的规定 确实办理 邮包也没有进入到台湾 中华邮政也完全配合韩国邮政的要求 提供相关记件资讯及网站的资料 这回爆出寄到南韩的包裹 一次装着毒气 三人拆封后投晕送医 中华邮政表示协助配合调查 已通知相关业者 在结果出炉前暂停既往南韩 或转油服务 等待调查结果出炉 再决定是否恢复寄送